接下来为您播出 同法栏目剧 我会永远陪着你 再也不能遗憾 古法栏目剧 古正奇谈第二季 以王同学会的信息 现象诡异 哪里才藏有真相 每当雾起的时候 他就会出入 是不是另有欺赏 我们的孩子 都没有死 夜长还是新吗 你到底还有多少天反着我 无知成为无畏者的魔障 你非要自识死路 古法栏目剧系列剧 古正奇谈第二季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乔磊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古正奇谈的系列故事 我们这个故事叫做死亡同学会 今天是下集 故事讲的是阔别多年的一些高中老同学的一次同学会 地点选在了一个山庄度假村 组织这局的人叫做齐向伟 人称是伟哥 这个人性格很张扬 来参加聚会的还有齐向伟的老婆罗倩 罗倩的表妹罗颖 另外还有齐向伟以前的两个跟班 一个叫毛猴 还有一个刚刚医科大学毕业的耗子 这些人在高中的时候 关系很不一般 现在十年过去了 大家伙坐在一起 那当然应该是 推为换展啊 勾肩大胃啊 聊得很开心 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居然发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 让他们多年来一直讳莫如深的秘密 重建天 什么事呢 十年前 高中生齐向伟和毛猴 为了帮助罗倩出口气 绑架并且殴打他们的同学董小林 齐向伟还用摄像机 把整个过程拍了下来 后来董小林自杀 那么现在聚会上面重提救世 气氛就变得很诡异了 当初参与绑架兵 殴打董小林的人 接连出现了意外 胆小怕事的耗子 首先声称看到了董小林 毛猴诡异的死在齐向伟的床上 齐向伟也意外的 被人从天台上推了下去 当然 这不是什么鬼作的事情 所以齐向伟和罗倩都觉得 这一切就是早早的离开了 他们的罗颖干的 可没想到罗颖早在聚会的当晚 就掉进了河里 溺水昏迷 那么这一切 到底谁是幕后的主使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愿意外任何不论 从一位开水 红柿上 只有二人 哈子 韦哥 别害怕 是这样的 韦哥想请你帮个忙 韦哥 你别逗我 我能帮你收拾忙 这样的 你看 倩倩跟小脸之间他们俩有点矛盾 我就想让你当个中间人 然后把他叫来 把这个事情解释解释 就这样 我 我们约他吧 他不出来 你看他马上就高考了 我学生就不考 我爸爸骂我 我就想着把他约出来 给我普及普及 可是韦哥 倩倩 我去约他 他是怎么出来 好的 这个你不知道 你看他多少人 不是 你看我谁啊 他就对你笑 我告诉你 他喜欢你 他点都不知道 我替你问 真的 整个学校都在议论 这家伙都特羡慕你 就你自己不知道 是不是 你不信的话 你把他约出来 你跟他表白 问一下他的态度 顺便把我那事提一下 这不一句感觉 这不一句感觉 不是浩子 事情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你就别再推死了 你帮帮忙 你帮帮忙 我都给他学习 帮帮忙 哥们 葵哥 倩姐 王后哥 我帮 我帮 但是 我也只能先试试 我也不知道 到底能不能捏出 我们一起等你的好救助 定了啊 明天中午两点 我跟古桥上见一眼 好的 好 你才发现 你怎么办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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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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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不然要笑 小剑 你也会笑 你也会笑 这样子 我给你们机会 你跟班牙哥有碎 和三个小朋友我就饶了你 怎么样 怎么样 要不你赶紧你欠的不软了 你滚了 你给我滚 小剑 你赶紧要 干嘛 是意不适合 干嘛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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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tings 这事就这么算了 你这么算了 我求你 我求你 算了 我求你 算了 算了 你哥哥们 你可别忘了 你爸还在我们家工作呢 你别乱说话 等一下 如果你爸丢了工作 你的学来怎么办 在上课之前 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 今天早上我们的同学 董晓琳 跳回直车楼 他永远地离开我们 老师 他为什么要自来 是这样的 北京的渔民呢 在河边看见他 如此徘徊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跳下去了 是没有什么 我知道 我才不会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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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咱们为什么要晚上来这儿啊 废话 白天不是有个人看着 那你都是蛙都没有啊 昨天 手机用明明就正在这个位置 没有了 爸爸咱们的事 来吧 放开 然后我去旁边 倒开 倒开 来吧 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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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佑哥,我来为您发布您的第一视频的妈妈 怎么办?关门来那么多了 走 瘦身这么多,你不要走 怎么走 桥修好了吗? 老颖 没事,我就问问你们还在抢修那个桥吗 那大概什么时候能抢修好 行行行,只要抢修好了,第一时间就通知我行吗?不管多晚,什么时候都行,只要能通知我 谢谢老颖,谢谢,谢谢 老公,只要桥修好了,咱就第一时间离开这儿城吧,这鬼地方太邪门了 到底是谁想害我? 到底是谁? 海龙饭门 海龙饭门 董小玲 一定是董小玲 小玲啊,戴天之灵,听我跟你解释啊 你当年不是故意要害你的,我没有想把你治愈死地 都指的都是毛猴,打你的是他,羞辱你的也是他 跟我没关系,你不要找我啊 以后我每天都给你拜佛送去,我替你抄兔 天天 是谁的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怕的不是董小玲,也不是什么鬼魂 而是警察 别乱说话你 一半夜再怕董小玲震动了怎么办 天天 等一下 地牙坏 天儿 地牙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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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e 小水果 浩子 有事吗 维哥 那个毛猴一直都没有回来 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还有一个大男人 能出什么事 是不是 什么情况 那个屋 我实在不敢回去住了 维哥 我们今天三个就住一个房间吧 不是 我说 行了 就让他进来吧 多一个人我也没那么害怕 对对对 人多安全 人多安全 你打电话 被子 你这 干嘛 别怕 别怕 大爷 老爷 真的 谢谢 老公 老公 什么事 巧修好了 咱现在都走了 走 他怎么办 你管他干什么呀 董小林真是来复仇的话 咱怎么着就拉一天被子 行 你说什么就行吗 就是 老公 大爷 老公 眼镯 老公 老公 小姐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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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窗开过 您在这儿等我 那你快点 老公 老公 我把车停门口了 你在哪儿呢 老公 吓死我了 你干嘛呢 行了 该走了 你别在那儿 你干嘛呀 这什么回事 是谁报的警 是我 还有我 能输下当时的情况吗 这几天 我们几个同学 都想起出了事 我昨天晚上实在是太害怕了 我就跟他们俩住了一个房间 大概三点钟的时候 我们实在忽不住了 就睡着了 我是被罗欣的喊声惊醒的 等我醒过来 屋里就没人了 门也是开着的 我就跑出来 我跑出来的时候 我正好碰了胖子 我们跑到下面了 就看见伟哥 倒在这个地方 他的背上插着一把刀 罗欣一直在尖叫 我跑12 您帮我去 对 罗欣的喊叫声 惊醒了我老婆 我老婆叫醒了我 然后我们一起出来 刚好看到他也出来 然后顺着罗欣的声音 来到了这儿 昨天晚上 我们刚好接到一起报案 从山里中 我们发现一具尸体 根据死者身上的身份证 我们检查到 他就是这个度假村的保安 这个人 你们看一下 认识吧 莫菲 莫菲真的是 董小林回来复仇了 一定是董小林 那天晚上我看见他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我看到他 天生 天生 天生上出现的那些人 浩子 老虎 李泽 这些都出了事 只有 只有前天晚上 九点钟 从队下 测出去的罗影 现在还没有消息 等等 你刚才说 前天晚上 你们有同学 九点钟离开度假村 是男同学 还是你同学 你把他的外貌 和衣着特征 给我描述一下 是女同学 大概有 一米六五 穿着 白色的事 你和牛仔裤 前天晚上九点三十八分 我们接到一起报案 附近渔民在河里 救上了一个女人 她的外貌 和衣着特征 和你刚才说的罗影 特别相似 好了 我们去医院 变证一下 罗影也出事了 看来 真的是冬小灵 我害怕 我们 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太阴了 冬小灵 我们没有得罪你 千万别来找我们 小灵 不要来找你 不要来找我 请大家冷静一些 请大家一定不要相信 这些鬼魂索密的说法 一定是凶手 利用这个 来达到 转移视线的目的 请大家协助我们调查 下面 我们去医院认人 警察同志 你们这么多人 现在病人情况很不稳定 你们只能进去一两个人 我去吧 好 那我们进去吧 谢谢我 我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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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子 你是不是也想回去啊 车单就在前面不远 十点钟之前都有车回家的 我不走 我要永远的陪着董晓宁 董晓宁 对 董晓宁 我就会想 他跟你不愿意不住 你为什么帮罗倩欺负 这么先天 你难道就不愧疚吗 你神经病啊 我为什么要感觉到愧疚 是罗倩他要收拾董晓宁的 欺负董晓宁的人 是罗倩和茅侯他们 再说了 你不是也在现场吗 茅屁 我愧疚 我每天无时无刻不在上 我同学你也愧疚 你也愧疚 你也忏悔 你还记得这里吗 她躲走杜小林的心 你还没想到愧疚 为什么 你怎么会不可以救呢 你告诉我 你说 抓住我 阿公 你救我 救救我 救你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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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你救救我 救我救救你 你别动手 救救你救救我 救救你了救救我 我再问你 董小莹死了 你真的会不会救我 我 你还跟我说这些 我求求你让我上去 我不想让他一样大狗 你快 你跑不上去 我走要跑 你确认一下 他是不是你们的同学路里 没错 就是他 哎 哎 哎 怎么样 怎么样 是不是罗姨 是不是罗姨 是的 啊 不行 这个地方不能带 快走 快走 那我们先走了 好 我去看一下罗姨 你去查两个事情 走 我去看一下罗姨 我们边走边说 你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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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做而已 我再也不敢 你别害我 你别 你别 查得怎么样了 有一好一坏两个消息 坏消息是 徐香伟背后那把刀 刀把上只有他自己的指纹 好消息是 那具尸体是死于脱中毒 是死亡以后被人脱到荒野掩埋的 我怀疑这几个案件是同一个人所为 如此紧密的作案 到底是因为什么 走 通知所有同学们到局里做客供 是 大家暂时还不能走 请大家配合一下 警察同志 我们已经很配合你们了 该说的都已经输了 再说了 别人也不是我们杀的 凭什么不让我们走啊 万一我们在这边出了什么事情 你们负着就得了吗你 对啊对啊 我们没事 请大家冷静一下 不是我不让各位走 而是希望各位 配合我们调查一下 调查清楚之后 就可以离开了 你们都到齐了吗 你们的同学耗子呢 他怎么没在这里 他该走得急 你没看见他呀 糟了 按照凶手的法案手法 下一个找毒手的 很有可能就是耗子呀 好 警察同志 麻烦你们帮我们找一下耗子吧 这出事了怎么办呀 好 大家冷静一下 你们先上车 我们的车就在门口 我们进去找 好不好 好上车吧 方队 这位是耗子的房间 行李还在这里 人一定没有走远 我们让局里再派人过来 编分几路 再找 是 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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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送你到医院去 请你们安静一下 好许好休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会真的是董小龙下的魔咒 那他 那他真的是死神来了吗 死神来了 请各位同学 安静一下 怎么样 方内 已经合时了 好 各位同学 请你们先回去 我有事情 想单独跟他谈谈 警官 你一定要找出凶手 一定要找出凶手 放心 请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凶手 好 你们先回去吧 先回去吧 大家都走吧 拜托找警官 好 在董小林的坟前 你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是谢谢 你是感谢我们 即使感到救了你吗 没有 是因为你叫我的名字 还不是叫我耗子 已经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了 网统 我知道你是学医的 怎么样 毕业了吗 今后 有什么打算 毕业了 很快就要工作 当一个医生 是我医生的梦想 你杀我 你根本就没有毕业 因为 实行期间的一次 意外医疗事故 让你失去了毕业的机会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当医生 看看你们把我查清楚 是 我是没有毕业 但是当医生 真的是我医生的梦想 我没有撒谎 你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聊聊点 比如说 毛志强毛猴的死 其相位的伤 是我干的 统统都是我干的 第一次我摇摇 他竟然能一天悔恨 我没有救救 今天不可能 我划伤自己的水 直到我看到 多少人的钱下去 这是我房间的房卡 一会儿到我屋里 用我的电脑下机 我一片 下一个 再后来 我用优盘 替换电脑里的视频 没想到董小梁生前 既然有这样的走路 接下来 我多想 你被毛猴尸体的时候 你的血迹 不小心沾到了毛猴的衣服上 就是这一点 为我们破案 找到了突破口 毛猴死于坨重度 这种一般人接近不了的 巨毒化学品 你作为 医学院的学生 想要得到 必不废 这个医生常用的手套 便是你消除指纹的最好工具 我说的 对不对 没错 我说的 阿姨 好了 为什么 说说吧 为什么 替董小练报仇 可是 其实当年 你也参与了虐待董小练的事件 我参加了 但我没虐待他 我爱他 证明冲上 我去向他表白 小练 可是什么办法 我办法 他如果不来赴我的约 他就不会被那么激 不会被那么侮辱 从来 导处 导处 大死之后 我每天都活在 深深的自责之中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想逃开那个地方 逃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我就拼命地读书 终于考上了外省医学院 我们也找到了 你在校期间成绩很优秀 一直拿钱和奖区金 可你怎么会在实习期间 出现疏忽呢 这就是命运的捉动 八月二号 我永远远远远的那一天 一个长得像极了东小军的女儿 送给我们世界医院 她还被她男朋友 到了遍天的时候 看着那个女孩 我买帽子都是东小军 我是一直被彻底的弯 就这样 从那一样时候 我八零中间 拿着我的手 重复我 一定要当个有良知的医生 可现在 我连医生都当不了 从那之后 她的医生 万年去毁了 本来还想 因此前给这个千年古镇 留一个迷恙 让东小林复仇的说法 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她没想到 买不一书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用在这里 更合适吧 你是不是想 实施完所有的计划 就到董小林的坟前 割腕自杀 我没有实施完 自杀也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 本来现在 我就跟小林在一起的 我可以陪着她 可是你破坏了我的计划 no 我可以陪着你 我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浩子呢属于多次犯罪应该加重处罚 那当然还要明确一点 罗颖跟浩子的争执过程当中意外地掉进河里 本来已经抓住罗颖的浩子 这个时候就已经对罗颖的人身安全产生了一种义务 但是他却主观地选择了松手 这个呢其实也触犯了刑法232条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十年前一起校园暴力的事件酿成了今天的惨剧 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警醒 校园暴力呢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 任何一种形式的校园暴力行为都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都应该被彻底的制止 因为校园暴力行为呢一方面是严重的影响到了 校园的正常的教学秩序 更严重的是在于校园暴力行为本身 对于青少年身心的成长 包括对他们未来的这种心理的成长 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校园暴力行为的受害人 在心理上可能会形成一种难以弥补的阴影 而施暴者和旁观者 同样也是校园暴力行为的受害人 对于施暴者来讲 大多数的校园暴力行为的施暴人 他们内心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有心理问题 包括家庭的残缺 爱的残缺 自我认同的缺失等等 而这些如果不能够得到及时的弥补 这样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 极有可能会形成犯罪人格 而另外一个方面 校园暴力行为的旁观者 也会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受到内心强烈的刺激 以至于他们的内心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面对校园暴力行为 我们也呼吁我们的学校 社会 包括家长能够积极地行动起来 正视这个问题 重视这个问题 也希望学校和家长能够做好 合作 把校园暴力行为彻底地从校园当中清除出去 看普法故事 凭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蕾 咱们明天见